魔忠 从前,在一个贫穷的村庄里住着一个寡妇,名叫玛尔塔。 玛尔塔不喜欢和人交往,唯一喜欢的是她的一只雪白的羊和一只小羊羔。 一天傍晚,一位衣着整洁的白化老头来到玛尔塔家,对她说, 您好,夫人,您的房子真不错,只是这里太安静了,哪怕有点滴答的钟声也好啊。 玛尔塔想了想,问,您会修理钟表吗? 老人点点头,于是玛尔塔请求老人帮忙把家里坏掉的挂钟修好。 一天傍晚,玛尔塔在树林里拾柴火,回家的路上,他发现那位白发老人正在路边煮蘑菇汤。 白发老人邀请玛尔塔到家里坐坐。 玛尔塔走进去,看见屋子的石墙上挂着一个大钟, 表盘上挂着一些小房子。 这些小房子正是他们村的几座房子, 黑色的指针正指着自己的家。 老人告诉他, 钟的指针有两种, 红色代表吉祥, 黑色代表灾火, 看来您家的羊就要遭殃了。 不行,这可不公平。 他走到挂钟前, 把黑色指针拨向了教师家的方向。 教师家只有一只猫, 猫死了也不算是什么损失。 第二天一早, 玛尔塔吃完早饭就往教师家走去, 教师的妻子正坐在家门口。 吉尔特鲁达夫人, 我是想来向你借一本书看看的, 不过你看上去很伤心, 发生了什么事? 我家的猫病了, 我女儿伤心极了, 我家这样的猫再也找不到第二只了。 唉, 你别伤心了, 快安慰安慰你女儿, 我相信你的猫会好起来的。 玛尔塔说完就离开了。 傍晚, 玛尔塔来到白化老人的小房子里, 把黑色指针拨向了边框人的家。 边框人家里只有一条狗, 狗哪有自己的羊重要呢? 第二天, 他又来到边框人的家, 这个人家里一贫如洗。 边框人双目失明, 正坐在小凳上, 护摸着一条狗的头, 说着, 我的老伙计, 你怎么了? 你千万别病倒啊。 您的狗怎么了? 要死了, 以前我边好框全靠这条狗拖着, 唉, 要是没有了它, 我该怎么活呀? 玛尔塔回到家后非常难过, 她又去了白化老人的家, 让指针指向了木匠的家。 木匠家有两只羊呢, 少了一只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。 第二天早上, 玛尔塔挑水的时候, 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。 原来木匠家的母羊病了, 挤不出奶, 小宝宝饿得直哭。 玛尔塔奇怪地问, 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只羊吗? 那可是为了卖钱用的。 于是, 玛尔塔把这个小孩带回了家, 用自己家的羊奶喂他, 还拿出一些玩具给他玩, 小宝宝非常开心。 晚上, 玛尔塔再一次去了老人的家, 他盯着墙上的大钟响了许久, 最后把黑色指针拨向了自己家。 第二天, 玛尔塔的小羊羊羔死了, 玛尔塔伤心极了, 因为小羊羔再也不能陪伴他了。 听到消息, 邻居们都来安慰玛尔塔, 教师的妻子说, 别难过了, 到我家来吧, 何必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呢? 听到这些, 玛尔塔开心地笑了, 原来与大家在一起, 比自己孤单的一个人生活要幸福多了。